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班长 啥情况 报告班长 报告业队长 我们来晚了 物资呢 物资在哪儿 属下奉命 前来周园 不不不 你等会儿 啥 啥物资 这个啥元呢 你放谁的名 是 是不是余团长 是不是余团长来了 不是余团长 是余团长的巡视员 他说给我们带来了补给 那个 你和严队长在镇南口接影 结果车坏了 让我们赶紧过来帮物资 就是 搯桃 巢尘的 我问你 请 electromagn 去的 我 他就 办啊 我去 全情戒严 就是把关掉这 翻过来 不要给我打扰 快点 这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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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快点 快点 这边 这边 快点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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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 有没有看到一个人 骑人马从这里过去 看什么看 我给你画的 他往那边跑了 走 对不起 他不在不看病 你回吧 瞒我 是我 川兄弟 走 走 你去拿哪里 这 走了 走吧 马武兄弟 我给咱俩纳了一份头鸣状 一份大礼 到时候就上交给组织 你的考察期 一定就能提前结束 我把他们的枪栓给卸了 他们现在手里拿的枪 还不如一根烧火棍子呢 到时候这个头工算你的 谁呀 我 没找到赵川 军营里好像出事了 镇口已经都封锁了 你 你 你干吗呀 不是 你整个娘们的衣服 穿干吗呀 黄玉 马武 我本来就是个女的 谁 谁呀 啥 我 汪大叔 快点 你们两个带上护肩跟我走 有情况 汪大叔 出什么事了 我也去 你这是 我今天干了件大事 我为了躲开静随军 我就换上女装了 你的事回头再说 赶紧下机轿 走 走 走 别说你这猛地换换女娃的衣服啊 我真有点不适应 刚才汪大叔着急让我下来 我就没来得及换 这穿啥不都一样吗 我还是那个听你讲谷的秦斗 你可不是光光爱听我讲谷的秦斗 你还是个 壮爱捅娄子的秦斗 五干的兵营啊 都让你折腾得底朝上了 谁让他平白无故抓了我的丁 再说了 我也不只是光会捣乱 我今天干了一件大事 那你说说 来 慢点往前啊 走走 马虎赵川 快 给他们包张 汪先生 马虎没在 还没回来 郑队长 他还没回来 我得去看看 现在外面已经是五步一岗 三步一手了 你千万小心哪 放心吧 赶紧包张啊 转转点啊 死不过回来 黄玥 我怎么有点害怕呢 废话 赶紧走 站住 什么远 灰俊也 我们这上面抬了个病人 别动俊也 你 你要干什么 俊也别检查 我在上面抬了个麻风病人 已经快不行了 我们正准备带他去看郎中的 麻风 你傻呀 这可是麻风 这样的臭水 沾到可就好不了了 咱村原来那个 没死就给扔出去了 不会是要饭吧 我 我看着应该不像 滚 Twenty 滚і Д 算了吗 我们半路遇到了清茶的病 太危险了 幸亏黄玉说老方同志 是个麻风病人 这才混过去 吓得我肝快绿了 你什么时候肝不是绿的 不是 行行行 老爸 关道真的病很疯狂 我看是出了什么事 我们刚和曲北的这几名同志 在这位会合 还没来得及取物资呢 就跟敌人遭遇了 你们要抓紧时间 跟少元做手术 我还要赶快回队里 通知队伍里同志们转移 莫长长 我们老地方 他们三个 我都交给你了 放心吧 报告 我们遭遇小伙共产军 并由于我们发生交火 他们有受伤的 但是天太黑 让他们跑了 马上 宗元 是 所有人听令 立刻跑步前去宗元 不得要我 是 出发 是 报告 是吧 很好 有好消息 再来报 是 最强 小伙伙伴 是 有什么情况回报 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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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长 我 我 我带着我的兄弟们 挨家 挨户的都查了 没 没发现什么 闲杂 科 科医人员 我 我 我的一个卫兵发现了一个麻 麻疯病人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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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看不像是头枪栓的人 就给 放了 就给 放了 麻疯病人 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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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上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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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包啊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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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了 现在带我去看 好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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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去 走 同志 同志 老法 你腿伤得很重 先别说话 十五之 叛逆西林 和一厢战备武资 被我们藏在凉风坡的 山窝里 那里那里我做了记号 请 请 请 这 我用的是一根小红筹 用的是这个 老方啊 老方 你别着急 这样 等外边一消息下来 我就去把东西给你取回来 顺便帮我把我的也取回 就在轻我巷后面荒院子的枯井里 帮你取什么呀 我帮我和马五纳的投名状 我把关刀镇警卫班的枪栓给卸了 还有武之步枪 你说你出去就是干这个去了 这么说满筋的俊随筋都是抓你的呀 行了 行了 胡闹 先做手术 你们的事回头再说 不用谢我 还谢你呀 活祖宗 你惹大祸了 你胆子怎么这么肥呀 阿姨就 这 这 这 孩子 别着急吃那个 看这是什么 竹铁 快吃 我说这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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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是给怀子的吗 吃你的吃你的别害怕的 咋了 脑子烧坏了 你脑子才烧坏了呢 怀子救了我的命 哎哎哎哎 别光吃 说说 我跟你说 你不是让我去跟着连长的时候吗 我俩人就拿枪 一直在描着连长 我也看这哪行啊 这一开枪连长不就 没了吗 我就拿枪子我就 我就过去了 不是把连长给救了吗 没伤着 没伤着 哎 这个事哪是这样啊 那天呢 我派怀子 暗中保护你 给你做警卫员 所以这功劳啊 也有我一份啊 哎哎哎哎哎哎 我问爹 你是我什么人的 亲弟啊 你救我呢是天经地义的 怀子呢 兄弟啊 怀子是我恩人 我问你 昨天晚上有没有麻风病人 来回这里 没有 我的最大医生 都已经回老家了 没有医生 也没有病人 走走走走走走走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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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怎么样 再观察观察吧 老爸 要不然我先去把吴子取回来吧 您等等 我还有更担心的事情 你们昨晚上遇到了静随军 我担心这事没完 你上去一下 把马屋换下来 好 你等等 在上面几零点 知道了 你跟我来 我给你谈谈 你一个人独闯静 随随军的兵营 我怎么嘱咐你的 都忘了 我只是想 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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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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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请请请 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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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严 严 大 严 大 严 大 大 大的好 给咱们部队医治了不少的伤病员 对 你看这 这个 严 严 严 这是俞团长亲笔提的字 俞团长对这家诊所满意 哒 哒的 满眼 张牌长 这是又出什么事了 我们找 找一个人 找一个 麻风病人 麻风病人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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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按不住了 你快去看看呗 快来 走走走 走走走 王先生 水烧好了 泡草药 去给他洗 把身上的烂肉都洗掉 我去啊 啊 王先生 不行啊 我还有老娘要养的 我不敢 我真不敢 王先生 王先生 不敢 没用的东西 黄远 你去洗 我 不是 王先生 那麻风病人 那臭手沾沾沾 可就耗不掉啊 不是 王先生 我还没去媳妇呢 王先生 你饶了我 王先生 你饶了我吧 我还没去媳妇呢 王先生 你饶了我吧 王先生 饶了我吧 饶了我吧 王先生 你们两个 我 难道说我去洗吗 对下 我去看看 那 Please ため这儿 兀队长 麻烦您 进去搜查一下 我啊 去 那屋啊 是的 因为你是我 最信得过的人 though 兀队长 你 organization 你是我最信得过的人 你 texting 你是要违抗燕队长的命令吗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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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我去 我 我去 我去 严队长 烂了 就全都烂了 你们这些个挣钱不要命的家伙 人都这样了 你们还挽回台呀 长官 我们三张嘴总得吃饭呢 这不你看就没敢往前面抬吗 各位兵爷 可别给我们传出去呀 我们还得指着这个做生意呢 要不别人都知道了 就没人敢来看病了 咱们料理 咱们手放在哪里 车 杨栋 曝光 曝光 有人搜刷小巷子 发现一件近随着你的衣服 这不是一般的料子 这么好的料子 比我这身皮可强多了 你说这工坊也真够下本的 做那么好的衣服 就为了干这点事 拿着 张白强 我真的想知道 你的脑袋里都装些什么 作为一个军人 在你的地盘 你的地址 让工党随意出入 冠冕堂皇地拿走五支枪枝 和那么多枪酸 你竟然不感到可耻 还说是一件小事 这钥匙在我的部队里 你早已被砍下到了 报告 杨队长 余太长特意让我传号给您 说请你明天务必回何阳县城余太 说有钥匙相伤 这是团长守恋 你这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你知道吗 一个人独闯禁碎军的兵营 你这也就是运气好 严三进不在 张牌长不在 如果他们在你怎么办 这两个人可都认识你 你就是有命进去 有可能没命出来 我在门口问过了 我问他们哪个长官在 他们说严三进不在 我就说我是余团长派来的巡视员 一准能把他们给吓住 再说了 我要就算是碰上严三进 我也不怕 我这腰里的播客枪还没用上呢 我要真是遇见他 这么近的距离 他和他那些小日本人的随从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那你呢 你自己呢 我一个人换他们几条人命 值了 我把他们的枪栓都偷来了 他们现在的枪 都变成柴火棍子了 没用了 是不是 王大叔 哭呢 你用命换回的那些枪栓 组织上也不会要 还有什么 投名状 你什么时候听说过 我们的组织需要投名状啊 你以为这是桃园建议 草莽结盟吗 你要真把敌人引到这儿来 对老曹和同志们的生命 造成危险 你这是害我们 您明白吧 秦宗强同志 我哪会害你们呀 我想帮你们还来不及呢 马五 你快告诉王大叔 我只是想帮你快点结束 组织上对你的考察 王大叔 我也想帮你 我帮你教训教训那些进随军 别以为咱们只会在地底下干活 黄玉 我也想帮你 我那些枪栓我都给你 你可以把它当作物资 给你们的人用 我跟那里有什么消息吗 现在还没有 不过我相信 这两个人肯定没有问题 因为他是第一军下属的特务配训部 推荐给我的 之前执行过很多次类似的事物 一直都是万无一事 也就是说 明天我回到贺阳县的时候 不会再见到这个人 应该认识 黄玉 你平时那么会说话 你就帮帮我吧 我帮你 我连你是男是女都不知道 你让我怎么帮你 咱们这 老汪知道你是女的 老曹知道你是女的 合着就我一个人不知道是吧 我也不知道 你不算中 行啊 你们就是这么信任革命同志的是吧 你们把我黄玉当什么人 是我即便不够还是我不赔 三晋多谢唯团长体谅下手 从前天到昨天 我和张牌长已经沙查了四个村寨 而且 今天我们只谈感情 不谈国事 不谈军务 来 坐 坐 是 你也知道 我呢 不听过程 我只要结果 只要再给三级解决 我一定给团组一个满意的答复 这个无干啊 我请客他也敢来玩 忽连长 太自有意思了 团长设业 他都敢去的 可老长 不许在背后 一人忽连长 我想忽连长一定是 被什么事情斩绝了 在我们国家 等人是一种美德 对啊 在我们国家 等人也是一种美德 是 但是那得分谁等谁 忽连长到 郭总 实在抱歉 军务繁忙 来晚了 好 你个无干哪 我请你吃饭 你也来这么晚吗 行啊 来晚了 总比不来好 人都急了 入席吧 是 胡干啊 我刚才还跟三进说呢 今天啊 咱们不谈国事 不谈军务 咱只谈感情 今天这顿饭呢 虽然是我请 但是这个提议 可是人家三进提的 三进觉得你们私下里呢 一直有一些个大大小小的摩擦 他觉得这些摩擦不该存在 应该抹掉 三进还说 之前的事都是他的脾气太急躁 将来呢 他一定会好好的改正 是不是啊 是 那 那 无干你呢 我觉得你也别 总是用那个老眼光看人 是 你们俩是军中的同仁 说白了 都是我余某的得力干将 你说你们俩闹别扭 我这心里边看着能舒服吗 是 咱们今天就这样 咱先干了这杯酒 你们俩就化干戈为玉帛 我们一同为严主席 为咱们三进之地的老百姓 小全马之劳 好不好 那我就先干为敬 黄先生 按着计划 我现在去把屋子取回来吧 好吧 注意安全 黄大叔 让他把我和马武的投名状 也取回来吧 不能就真的不要了吧 黄大叔 你都原谅我了 为啥黄宇还生我的气啊 他不仅生你的气 也生我的气 生我们大家伙的气 为啥 他怪我 没有及时告诉他 你是个女孩子 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自尊心 自尊心有时差 自尊心哪 就是一个人 在心理上 对自我价值的评价 如果他遇到的待遇 低于他心理的这种承受能力啊 他就不舒服 这就是自尊心的底线 是自负 那我有自尊心吗 有啊 你记得上次我批评你 还掉眼泪 就哭了 这就是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那次啊 我也是一直想跟你道个歉 我当时也太着急了 不注意方法 黄大叔 我根本都没往心里去 我后来想 其实也挺后怕的 可是我当时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 我现在已经不是一个人了 我有你们大家伙在我背后 有咱地下交通站 还有那么多人要保护 以后我再也不会乱来了 多啊 你这就是最大的进步 明白吗 郁团长 我敬你一杯 郁团长 我也敬你一杯 三季心肝为心 好 多多 那就到我了 请团长 请团长一杯 盧开 人班子小 他娘子刺杀我 有这事吗 来人 跪 跪好了 不干 你说啊 谁他娘子派你来杀我呢 说 还是那句话 我说了你可别杀我 这要搁到以前你暗暗杀我 你肯定活不到今天 但是今天这个屋子里边有日本子 这么算起来 你我还算是同胞 你放心 我绝对不杀你 说 找我的那个是日本人 会说中国话的日本人 谁啊 谁啊 是 他们给我一把好枪 是不是这把 是不是 是 是 赏金给我一半 另一半说事成之后 给我们兄弟俩 我说的句句是谁 我发了你 杀人灭口 团作明察 这个人恶意侮辱我们日本军人 他娘子当着我的面把人都给杀了 我插个屁 团作 好 看来今天这顿饭我是吃不下去了 军务繁忙 我先告退了 小野队长 小野队长 你娘了个顶 你娘了个顶 让开 带走 报告 进来 报告于团长 关道正张排长 差人送来几店 念 团长是 是密店 念 是 是 属下张顺 替气 禁告于团座 颜三进 颜队长 到达 关道正后 不 不听属下 劝阻 一意孤行 便调走 所有兵力区 角贡 声势夺人 导致我兵部虚空 被共军 小分队 偷 偷 偷 盗走 警卫班 及备用 枪支 树支 以及所有的 枪栓 兼小部分 自重 现在 所有 自重 正在 全力寻找中 张顺 愿意 停赏 三个月 以报 失职 之过 一望 于团长 明天了 你给我说 团长 张存推介责任 污蔑我们烟醉炸 你给我闭嘴 轮不了你说话 抄去 是 你还有心思喝酒啊 言三进呢 我一而再 再而三地给你机会 可你却连续两次 失了工党的外围 好 失了也不要紧 没关系 我相信你 我又给你派了 两个连的兵力 我还千叮宁 万嘱咐地告诉你 这次你一定要 深藏深挖 拿到正极 寻根溯源 你要像人家 胡英长那样 端着沐阳县 共党的区位 你也端两个想炮 给我听听 可你呢 那你都干了些什么 打从你到关到镇 兵营里边枪栓能丢了 资重也能丢了 这种划天下大击的事 能发生在我十七团吗 这要是传到绥靖公署那边 你得不得让人家笑掉大压 我这一辈子的清白 都快将毁到你身上了 你笑什么 约他茶 我笑你 属下那些 乌合之宗 他们只会遇到事情 就推卸责任 在我眼里 他们根本配不上 军人两个字 倒是乌连长 看下去 还像个军人 袁三进 我早跟你说过了 你们日本人哪 就是话说得太满 胸脯子拍得太多 有些事 是得做过了之后才说的 因为保不起你说了之后 就做不到 你走之前 可是给我立过口头军令状的 你说 要是不剿灭几个共党的窝点 你怎么来着 以死谢罪 队长 以死谢罪 偷腹那些个玩意儿 是你们日本人的事 我的军中不兴这个 更不兴这同僚暗杀 这事没完 你也得在全团官兵面前 公开地给吴甘佩礼道歉 还有 官道阵的兵营 丢失枪栓和自重这事 你也得负全责 是 余团长 和三进所犯下的错误 我会负全责的 告辞 混蛋 也不打算 不打算 和三进 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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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个蠢蛋啊 害他酿的是你最好 你最好